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昨天晚上吧 对 美东的中午的傍晚 对 七哥给三票先生打电话了 然后在盖特上他也都分享了 包括泰山嘛 对 泰山 包括当时上个礼拜也给文耀打电话了 主要就是他是我们的电话要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接一下 因为不知道哪来的嘛 而且接的时候要按一个东西 然后他接通啊什么的这么一个过程 完了以后就是他是属于要真的要去看牙嘛 他而且要检查身体 当时七哥跟我们就讲了就是他这个出去检查身体了 没说是看牙 他是说他去检查身体了 完了以后还说当时有很多的这个法警就跟在边上的嘛 完了当时有一个法警还问 问七哥说我们俩 你们那对叔父怎么样 那好事 叔父怎么样 这种咱们的真的爆料革命 这个新农国联邦的影响力巨大 这不是说谁说谁吹牛啊或什么 就是说咱们这三年以来持续的对共产党的这些爆料以后 对他们对整个世界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不可能说咱们所有做的事情 无声无息 这是不可能的 你有行动有付出 自然就肯定会有回报 当时我们当然跟七哥主要是讲的是家常 而且我是一直我们之间 像我跟七哥都是心有灵犀 而且我就说我也做不了什么 我们只能买个A10的项目类的 他说东弟啊 你们还要做什么 你们什么都给了 命啊什么他所谓的类似的是吧 你们的所有的这些已经很好了 所以我跟大家一样跟七哥 所有一切就是担心七哥的安全 只要安全能保障 其他都是扯淡是吧 灭共共产党的覆灭就是早晚的事 这个东西毋庸置疑 只要是说大家在行动着 在所有的这些过程当中 在七哥在不在这段时间里面 把我们的洗壁啊 洗交所啊 盖特这些机器链 大家运营经营好 而且去行动推广我们的HP 未来的一切最终都会这个这个好吧 但是呢 想七哥就听听到大家拉拉家长啊 抒发一下内心的那个 海东第一句话就说 七哥是七哥你受苦了 主要就是感受 就是说这些东西 你灭共 本来是我们大家一起来的事情 各自都要承担 是吧 一些责任啊什么的 但是呢 最后其实落别人没有 就落七哥一个人身上 你说我们 落啥了 我们还打球健身 吃好吃了 干什么 也牙筒可以去治 是吧 不好了可以大家那个 完了 夫妻感情好了 多双休活 不好 大家闹到别人 那你说七哥那件事 那怎么办 那必须按照这个整个的 这个他们的作息制度 人家给的东西 吃的东西 打个电话嘛 15分钟 那这就是现实 那一旦人 他付出了这些时候 最终一定是回报 也一样 回报到他身上 大家从内都体会到了 对啊 那他这么大的付出 一个人 那这个有了这么多的财富 最后可以毅然决然 最后站下来 在灭共的过程当中 承受了这一切 你们可以看到 包括这之前的 所有的开创 这个历史的人 他们最后都是苦难加深的 你包括说 咱们说耶稣 他是受难 他可没有说 躺在那 是吧 蒸着桑拿 享受着 做着SPA 最后说 给了大家一个警示 没有 所以跟七哥的这个 所有的通话里面 更加 使我们一个放心 再一个就坚定信念 灭共的信念 而且共产党 一定会灭 对啊 而且我们 跟七哥报告一下 本来是 我们去年就约了 一个美国的签证 去面签的 然后正好 应该8月3号 那天 完了以后 已经约一年了 都一年前约的 然后 约到今年的8月3号 然后他就 他给我们延迟了 他就没有给你任何理由 说什么 然后就给我们推迟了 我们就跟七哥讲 这个事 七哥讲 那是肯定的 因为他们早一直在跟 那个西班牙的 住美国大使馆 一直在交涉这个事 就不要我们去美国 你知道吗 下给我签证 你想想 一年多了 预约完 到你 你8月3号来吧 那我都准备去了 告诉我 又不行 也不告诉什么理由 你再 到推迟 到12月 到1月份 你看 等着我再弄完 你看看他还给不给我 对啊 报告说 呦 你们不知道怎么着了 这就是 真正的 跟压力 对 共产党的那种 渗透 就是无处不在 等灭了供 让他们铺着红毯 迎接你们两个 不用不用 我们不用红毯 我们就芭蕾的 这个场地的那个毯子就行了 我们一定得 现在就练得玩比较好 上瘾 好 那就是七哥给你们电话的一些分享 就是这些内容了 也是15分 是吧 对啊 对很短嘛 对对对 我们就是也是多听七哥讲吧 我们尽量就是让他多讲吧 对没错 七哥来给我来电话的时候也是 首先是这个精神头是很好的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票先生 他已经在盖特上分享了这个 七哥来的电话的内容啊 这个大家可以马上 没有看到的可以马上去搜一下 三票先生的盖特 实际上这里面也是 七哥来了电话里面有大量的消息 我想呢这个里面最让人振奋的 就是这个七哥说啊 七哥每天都很兴奋 因为有中共这个世界经济就一定会崩 危机后呢会建立新的秩序 数字货币区块链会去中心化去控制化 大大政府小政府大社会 那么新中国联邦已经提前布局 是最大的赢家 而且我觉得这有一条消息 也是让我非常的兴奋啊 是应该是隔头一次给出了一个时间线 七哥说战友们守好盖特和洗联储 这是我们的生命 盖特一定会成为最大的媒体 连监狱里的人都用盖特战友们一定要多传播真相 如经济金融危机 瓦格纳金砖会议等等 坚持几十天迎接我们的时代 坚持几十天迎接我们的时代 哇说明真的我第一次我看到这个就是心里头很 很怎么说呢 无畏杂成吧 就像刚才这个郝董说的 歌真受苦了 为了我们所有人 他担当了一切 而且就像七哥以前直播里说过的 要是没有这七十多个案件 那么共产党就会用他那个下三滥的手段谋杀 那不光是谋杀七哥 还会所有这些农场主啊 还有重要的这个露脸的直播的战友们啊等等的 那讲实话 我们是抵挡不住的 如果他下黑手的话 还有也是因为这个七哥 因为我们有315身陷 淋雨为了我们 那么实际上也是为我们把所有的 鸣枪案件都挡住了 但是随着这个中共的这个这个爆雷啊 现在中国大地真是雷声轰轰啊 七哥警告过 7月8月是黑月 9月是雪月 水灾之后是粮灾 中国各地的大水不断 现在人祸平平 那么现在就说这个所有的 你看恒大碧桂园中址 现在又是SOHO爆雷了 潘石屹的SOHO也爆雷了 而且我看最近的国内的这些事情啊 金户高铁金金路发生这个设备故障 也就是说真的导致这个列车晚点 那就芯片的这个问题真的出现了 中国的富人辛辛苦苦几十年打拼 也就是中国饲养的猪该杀了 普通百姓就是他们带割的韭菜 收割了一代又一代 那么我们生养的孩子也不过就是他们的下一锅韭菜 年轻人也看明白了 今年这个中国的出生人口不到800万啊 再创新低真的没比较就没有伤害 大家知道吗 上一次中国人口不到800万的时候 是八年抗战时期啊 可是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还不到4亿呢 那失业率也不公布了 也成了国家机密了 不再公布直接盖牌 这个共匪的这个医疗系统反腐 也让一些这个花血本注册的医院直接注销 中国老百姓的这个医疗环境 直接这个就断崖式的下跌 这中共他就是干啥啥完蛋 房地产金融教育医疗文化 老百姓买不起房读不起书看不起病 接下去没有芯片 看病也更难了 而且七哥也说过 很快平安和中信这些也都会爆雷 中信爆雷那就是又割一遍这个高净资产的 那如果平安爆雷的话可以想象吗 平安有多少 中国老百姓几乎多少人有平安的保险啊 那就不要提了 所以等等等等的这些事 我就想起老王 我们在串这场节目的时候 老王提了一句话 那句著名的体育评语叫什么 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老王来我交给你 谢谢 这个咱们 咱们这个 那天就是串节目就想这个 我要说起个啥 咱们这个名字 我正好那个 中国把这个 这个他这个视频 读书视频发过来 哎呦我一点想 确确实实 这个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咱当然是打银号 给中国老百姓时间 几乎没有了 不是不多了 好没有 嗯 给中共的时间也不多 留给 留给中共的时间也不多 没有 没有 已经物理上死亡了吗 已经死亡了吗 可以这样讲 对对 那这样子 既然咱们是这个体育节目 咱们还是从这个 最近有个悲惨的消息啊 两位体育民 两位足球明星 呃 中国队又输了泰国队 哈哈哈哈 我说对不起啊 我这就是很悲惨 呃这样吧 那个在郝董发表感言之前 我们先放一段视频 好不好 因为那个 咱们先放一段 这个中国队 上海 叫什么 上港 上海 输给泰国队的 这么一段视频 配了一段 很幽默的音乐啊 大家先欣赏一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哎 都给中国队的时间 哎 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这个歌词特别有意思 我钱 来 郝董交给你 谢谢 给大家讲讲 这个球赛是怎么回事 对 你们大家看见的 这场比赛 是我们 俱乐部的一个 亚冠的资格赛 你们要知道 就是说 在 所有的 我踢球的历史上 没有可能 一个俱乐部球队 都输给一个泰国队 国家队有过 是吧 亚用会 什么当时有过 在我们这儿 有过失利 在俱乐部层面 而且 这个是 上岗是我们现在 中超联赛 领先十几分的 冠军球队 就像当年 我们的大连乱达 大连世德 我的大连队的时候 就说 现在的上海上岗 就像当年的 我们大连乱达一样 那么 他们打一个 泰国的 俱乐部的 第八名 现在排名 的一个球队 都输了 输给别人 三比二 完了 让人家 进了三个 那是 现在上岗 所有的后卫线 你们刚才看见的 守门员 包括什么 张林康 什么这些 王神超 包括这四个后卫 那都是国家队 的 马上打世界杯 预选赛的 都是他们的 国家队的主力 就像当年 我们大连乱达 什么张文华 孙金海 徐红什么这些 我们 就是这帮 他们踢了一个 泰国 联赛的 第八名的球队 能在主场 能让人家 进了三个 能最后输给别人 完了 连正赛都进不去 你说说 共产党 你们这些王八蛋 这个这个 赢了球 得了金牌 你们老说 伟大正确光荣 正确的党 那个 输了球 你们说不说 你们这些王八蛋 告诉我们 足球体育 什么远离政治 你们远离了吗 你们都有党支部 是吧 你们的上岗 是你们最大的一个 码头的一个 一个国有企业 砸了这么多的钱 买了这么多 所谓的好 这些高新的外援 最后弄了 最后弄了徐根宝 这些所有的 什么吴磊 严峻林 王深潮 张立峰 都是你们所谓的 清训教父 你们从根宝 基地出来的 你们这些王八蛋的 标榜的东西 连泰国 你们都赢不了 我们当年 要想从小组出现 那全部 你要第一第二名 出来的 而且全都是 日韩的球队 泰国 我们有一场 一会儿可能有视频 你可以放下 我们当时大林石德 在主场 是跟谁 是有泰国 日本的一个 我忘了是 横兵水手 还是哪里 完了韩国的 普香之铁 是吧 那个什么安全患 都在啊 什么水手 那个日本的 是吧 韩国的 这普香之铁 韩国冠军球队 这个可以联赛的 是吧 泰国的那个 肯定他也不是说 什么烂队 是吧 他肯定是他们 俱乐部里面的 头几名的队 那在这个 小组里面 四个队 我们小组 第一才就出现资格 我们最后是 两胜一瓶 冠军出来 韩国日本 都被我们淘汰 甭说泰国 你看看现在 短短的这世纪 二十多年 你最后了 中国的一些 足球 现在就成了这样 最后你们 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了 教练员 运动员 所有的这些人的身上 什么贪污符 这些 他对环境 对你共产党 所有要去基础建设 社会层面的一些保障 你从来不提 是吧 你的体制 你的制度 你的这些保障的 体系的建设 系统的建设 你不提 这种恶果 今天就 显现出来了 没有 太可怕了 就当我看见这个的时候 我就知道 共产党这帮 真的是完蛋了 他从各个方面 都体现他们的低能 低级 无能 你看看徐根宝 所谓的你们的 清训教父 训练出来的人 这里面有一个 最最 当时 第一个 放出来那个视频 被别人进的 那个小角度 进进讲 这些王八蛋 都不明白 这个守门员练一辈子 这都终良练出来的 徐根宝练出来 这是我讲的 当时 海德会问我 他说 第一个 你看这个守门员 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 这个守门员 应该 这个 前锋 跑进来的时候 我说 这个守门员 应该 从右边 他就往右边 他应该就出来了 往右边跑 因为 他的 他的左边 不是有一个 他自己的队员 他在左边 他堵 他在这边 左边跑过来 他堵着这个 前锋的 得说在 前锋的右边 这样堵着 所以他就应该出来 在门的这个右边一点 靠近 把球门 跑出来 把球门一封 他的那个 射门的那个球员 他就没有角度了 就像 小燕 你这东西都是 最基本 最最 最要害的 就是封了进甲 这种球 你一定是 尤其我们前锋 斜插进去 立进来的球 我守门员 一定封住进甲 让你只能 你比较难 他又是左脚 如果不是他主角的话 我们要打到反方向 这你 对于前锋来讲 是难度大 而且你 打进甲 我绝对不能让你打进甲 你有这本事 你打远甲 对吧 那进了 那你是水平高 很难很难 就是相对来讲 你进球的难度 加大了极大 你封住进甲 他在球就没得进 这跟最终 所谓的 他训练刻骨 他妈的认真 什么什么的体能 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你从小 对这个项目 行业 位置 所有交给他的 应该去怎么练 他没有这些 没有比赛 没有最后的 给他的这种 一个正确的理念 你练死了 都没有用 你一个人在那 扑那麽一万个球 摔得浑身是 你全是 投破血流 你也防不住 这个球 因为你做的不对 你没有 马上 人家立进来的时候 你迎出去 出这两步 把计较封住 对吧 因为你不可能 说要封到 一个位置的话 妈的两边 你都能坚固到 你妈共产党说 你妈又要进攻 又要防守 他妈的扯 防中戴手 手中戴防 妈的全是胡说八道 全是谬论 全是特曼论 但是在共产党里面 这些人就会得一样愁 因为他们不相信 我说的 好有你呢 那再敬你妈白礼 写说 是吧 刚才那个球技相 叫国动他们看 对啊 我们不懂球的 我都知道 最基本的这个跑位 如果我是组织员 我应该怎么样去做 而且很多的事情 咱们中国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这些国内的教练员们 没有任何的职业经历的人 慢慢的都走向了很多 从基础的教练员 清训开始 到各个什么国字号 包括到了这些俱乐部 任教的这些人 都没有 他都没踢过职业联赛 没有跟过外教 没有真正的受到这些职业 竞争的这些熏陶的人 他们都占据了位置 刚才那个球 封进讲 我相信 严俊宁没有得到任何的教育 他从小的时候 什么李松寒 欧楚良 许根宝 杨一敏 到高红 我这些孙子 教不了他们 因为我第一次听到 守门员教练员 基米瑞莫教将精的时候 当时就说 包括在大连队 告诉黄任一球 告诉霍顿当时来 就排四个人强 五个都不要 我们恨不得排六个扯淡 把进讲封住 把要设得 守门员站在圆角 就告诉他 你只要不让他进了你的 站的这个圆讲 就OK了 至于说进甲 你尽量扑 而且不允许跳 是吧 你就站好了 真正的态度 他就是从你这头上打过去 就打了死甲 那没办法 神仙也不误着 你站在中间都不误着 但是你站在中间就有可能 被人家打圆角进 对吧 就像将军被卡洛斯世界 被进的那个球一样 不是卡洛斯劲多大 老实说 是将军大哥当时挪了一步 就这半步的事 人家打那个圆角 从他手边进了 当然球速要快一点 或者什么 但是这一切 就是我们的基础 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 好 是没有 这样我刚才出现的问题没有 我出现的黄远 好了好了好了 就回来了 叶户不熟练 这个我这个 这个补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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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 补充一点 然后我们分享一下 郝董有一个就是 应该是30年前的短视频 对 我补充一点 就是这个 太超联赛是1996年 比咱满两年 太超联赛像八屯联 还有他最 这个自明球队是五里南 原来亚冠和这个宏大 那个五里南 这个拿冠军拿了最多 那么这个八屯 八屯联的图住呢 他就 人家这个 你看咱上岗 咱上一次做过节目 上岗 拿冠军那年 花了120亿 总的 花了120亿啊 就是那个谁 谢辉说的 谢辉说的 你总的 太超16队加起来 花不了这么多钱 包括你 你就是一个孔卡 当时 最早这个 上岗是买孔卡吗 卡罗斯 咱就说孔卡吧 孔卡很大 他突然去上岗了 孔卡过来 就孔卡这一个外缘 就是人家的一个 巨大部的费用 就够了 人家就花这么多钱 你看咱们 咱们这个 图住这么大 图住这么大 那么后来到职业联赛搞到现在三十年了 啊 中国图住 一场亚冠四个赛 咱们主场 二比三输给人家 而什么 一个说明一个 咱们上去做的金元足球 重置足球 这个恶本就提前出来 你不是只单身来用钱砸 你砸 没问题 你砸对了 砸对方向 日本职业联赛 93年 比咱早一年 日本联赛现在是什么样了 日本青少年足球是什么样 包括咱讲的 前面说的越南 越南是2000年啊 2000年进入职业化 越南最贵的球员 不会超过500万 就是买了百元啊 有一个比较知名的 前塞尔维比亚的一个 一个三十五花角了 才500万 人民币 这是最牛的了 那么人家 不是咱现在看来 2000年的时候 高红波带国少队 又16的时候 就2比3收给人家 越南队了 曲波一年 曲波他们是两个队 和纪卡 应该是他们一个分AB组 带幼二赢的时候 在东南亚和越南连练 叫人家踢得满头是光 越南就是 我一个主力教练 我一个主力教练 给曲波干什么说 说哥 越南去不了就 你不要 咱一种 什么咱身体教练各方面 你不是那个概念 人家 这个 越南就近几年青少年发展 16年 我关注了 那个16年代 八年举行的 又19亚青赛 亚青赛决赛节kle的比赛 决赛事件 局法比赛 人家 人家 这个就是 他这单朝� addressing Bay Area 内经装 决定的 300天 身 shake 中德 procure 应该是1比0 和中澳主蝠丑 你沒辦法看了 巴林是中道主 西亞西亞 西亞西亞 就是那個巴林的主場發洽 沒辦法把越南的發洽 對付1比0 這個越南的 拿下比賽 這是朝鮮 有史以來就是郭忍耀隊伍 打進世界比決賽 越南 16年的事 越南近十多年足球的發展 包括偷協 去越南 做一些清訓 包括後來越南 大量引進韓國交流 和韓國有些交流 這個是 現在咱看到人家 一個是體制 在一個你是不是在正確的軌道上 按照規律去辦事 人家你花120個億 就把這個上港到現在 現在這一花多少錢了 是吧 你也是相似而說 毒球也是相似而說 咱拿錢把毒球弄到什麼方向去了 好 我補充這些 謝謝老王 我在想這麼多錢 肯定都是 不可能是全用在足球上 裡面有洗錢等等這些 包括你們以前提到過的 他們哪些錢 對所謂的那半月 錢就出去了 我們現在先分享一段視頻 來我們放視頻二 把郝董以前的講件身影 給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我們再回來看一下 這個教授院徐根堡 對 好 OK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谢谢Yannick 我有看到咱们这里面有这个战友德越说 虽然不大看足球赛 但家里老听小孩子们说 中国足球队整天就会吃海参 民生在外了已经 这都属于恶搞了 最后一个社会都已经成这样了 就是说他根本不会尊重行业 你知道吧 就是说这是特别可怕的 一个非常好的行业 被共产党最后弄成了残游 刚才说的国东说过 你现在输泰国越南太正常了 为什么 你青少年的时候都已经输给别人 刚才国东说的高红波 带国家少年队输给越南队的时候 是2003年左右 03-04年 我就问他 我说小高 当时他在国家队当助理教练 什么那时候跟着阿里汉 当时把他也弄了 包括吴京波 完了他在这 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连越南都输 他说哇塞 你不知道啊 这些小孩没打过比赛 我插一句啊 这有击破了 那上次做节目啊 13年0比1输给东继问 就是这个国家 就是说 13年输给东继问啊 而且这是青少年 09年 09年 青少年 09年 0比0还是东继问去评 你看文耀 这个就是特别可怕的 就是高宏波当年输给越南少年队的时候 我问他 我说你怎么能输给越南队 他说海东 你可能不知道 这帮小孩第一次打比赛都紧张啊 抽筋啊 我说抽筋 连他们手没人都抽筋 是紧张的原因吗 我说小高 你11个队员 9个人抽筋 连手没人都抽筋 我说你这个王八蛋 我说你说 你是运动员紧张的事吗 我说你咱们肯定瞎练 他们后来告诉我 是吧 他没事了就跑沙滩 天天去所谓的身体素质训练 所谓的要练技能 这就是共产党 这就是我们的体制底下 所有给人的一种禁锢 他们什么都得不到新鲜的东西 他从小失从的 就像徐根宝 年明寺 这些他妈的最最扎折 最最思想守旧 最最没有见过世面 最最没有经历过职业化的人 他们来去教出来的人 再去带孩子 文耀 你也得把习近 把那张照片放出来 对 你把这张照片放出来 我给大家讲 有那个数据 10年以后 1516以上的级别青年 也和越南的比赛 两成五复 没赢过 10年以后没赢过 你想一想 你太敢了 大家我给大家看 这就是徐根宝你们共产党尊重的 是吧 清晋教父 拿着一根他妈的什么教编 所谓的在上面指指点点 这张照片应该是90年左右 我记不大 特别清楚了 就是为了所谓的 他要当国家队的主教练 他当时还带国奥 可能刚带完 我们打完这个奥运会选赛 什么当时在金融会以后 完了在昆明东迅的时候 可能啊 就是组织了一个 组写组织了一个国家队教练 主教练竞聘一室 那么呢 就叫全国的这些人来竞聘 主教练 包括这个各个省市的这些啊 八一 聊你 但是呢 这些都内定完了 徐根宝这个孙子都已经 买通了 贿赂完了 年为四了 对吧 就左卫弄了一个 这种竞聘 完了 包括我们当时八一队的教练 刘国江那个都去了啊 那么他唯一得了一票 要自己给自己投的啊 这都是当年的他妈的笑话 就是因为这帮孙子全都内定 完了 你看一看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足球主角 所谓他也要去 没有竞聘 全世界读写 你看看 有没有一个读写 说我要一个国家队教练 把全国的教练员弄在一块 说你们来演讲 最后你挑选谁来 中国 共产党这帮孙子 第一份吧 歇了拉屎 读一份 他你再看一看 这个孙子在上面 给你们大家看点 我就问问你 这是足球教练员在竞聘吗 竞聘吗 啊 里面有没有一个足球 有没有一块场地 有没有一个进去 有没有一个球门 有没有 你们尊重的 他妈的 这些王八蛋们 在里面 你要把全国的这些 你带队 你得有球员啊 对吧 比如说你用什么战术打法呀 是吧 你有什么教练 就是这个这个你的 这个这个这个教练员的 这个整个的组织 体能啊 助理教练 手边这 是谁呀 是吧 你哪用什么特点 我准备用什么 有没有一个数据 有没有一块场地 有没有一个线 他妈的 跟足球连 半毛钱都 关系都没有 这些孙子 最后他从国家 对足球教练 你看一个啊 他的战术 告诉 抢逼围 我玩你八倍主动 我你大爷的 我就问问你 抢逼围 你问世界上所有的 从里皮卡佩罗到 福格森 到墓里尼奥 到挂掉了 有没有一个人懂 抢逼围市场 是战术吗 你怎么不扯 这能叫足球战术吗 抢逼围 什么小快灵 接船转 什么稳中场 抢前场 什么稳后场 这都是这帮孙子说的 就是他们把这些东西 都当成了足球的战术 足球的一种指导思想 来去教你们 所以你想想 文耀 这些人 最后都在中国足球上 成了话语权的人 是吧 成了情绪教父 你能不输给越南吗 你能不输给泰国吗 是吧 这些王八蛋的 走到今天 有一个说一个 你们谁来 反国反国 我好一个 你说你说的不对啊 你看 当年我们还赢巴西了 赢了什么 就是我带队啊 比如现在我们还赢巴西了 是吧 输越南输泰国 是事故 他们认为是事故 对吧 一个事故 三车了 偶尔 这个这个 轻敌 是吧 没没没 我问问你有吗 人家轻敌 怎么从来没有轻过中国队 巴西 七中国队 七他们七比零 人家怎么不轻敌 是吧 你看 你轻一次敌 你让中国队 赢一回吧 是吧 日本韩国 你也轻敌 对吧 你老轻敌 是吧 老轻给中国 轻敌 让我们赢一回 你为什么 老赢不了呢 你为什么最后 我们当年都赢越南 泰国 相对应该是 真的很轻松 都三个球以上差不多 是吧 除了在他们国家 打那种太王 被太后背 没法打 那真实 不被他们踢舌了 脑胶子都给踢出来 那都算你命好 那真是财阀不过 是吧 除了这 基本上正式比赛 再说一遍 中国国家少年队 唯一 到今天 我不敢说 是不是唯一 但是真的 在历史上 可能你们再也找不到 2比1 赢 日本国家少年队 是我们吧 我们当年 96 86年 答着一下 我们88年 88年在泰国 那年 你们 当然我们是改年 他上次做的节目 我们2比0赢日本 在曼国 2比0赢日本 日本你看看 就说 在30多年前 你改个年龄 改个年龄 你还能赢人 我们86年的时候 国家少年队 在日本 去出访 2比1赢了日本 国家少年队 那么90年奥运会的时候 我们2比1 还赢了人家 日本国奥队 是吧 30多年 过去了 你们这帮共产党 王八蛋 最后成这样 超扯 这样 就是说 他一个整个社会现象 因为足球 这个行业 这个项目 这项职业 是需要社会基础的 这个社会基础 还不仅仅是 一个国家的社会基础 它是整个全世界 职业化程度 土壤 体系 系统的建设 你不要以为什么 打仗的人口少的 那些地方 他们就踢足球场 不可能 因为他们有职业 联赛的体系都在 那么在 他在这儿 稍微一突出 他可以出国体 你们所有这些 被共产党洗脑的 这些王八蛋们 你们说 什么巴西 阿根廷 什么这些都在 打仗的 什么孩子们 都在街头踢过 你们这些警笔之网 被共产党骗的 愚昧的这些人们 那些 他们都是有职业 足球教育部了 有好场地的 有好的教练的 人家真正的体系 根本不是你看见了 被共产党洗脑的 这一切 是这样 好懂 对 我们其实呢 今天谈这些 从体育上 从这一个赛事上来讲 最后我们想落到的 就是来说到 中共这个体制 不光是在体育界 各行各业 今天绝对是防导 淫塌的现象 大家也看到 我们这一代人 目睹了 这个万恶的体制 最终的灭亡 咱们有这个文西战友 他写 中国足球 除了中共这个 不合理的体制外 跟国内最近几年的 社会环境 也有不小的关系 家长都不愿意 孩子去踢球 害怕受伤 这从目前国内野球场上 踢球的年龄段 能看出来 目前踢球的 以三四十岁为主 90到00后的 踢球的很少 实际上就是 郝董刚刚说的 一个社会环境 和社会基础 刚才在节目之前 我们跟老王也有谈到 我们就不说别的 就拿荷兰这个国家 来做对比 因为我说 我问那个老王 我说老王 咱们这个荷兰 跟中国哪个省大小差不多 我说你比如说德国 德国跟这个云南省差不多 老王说 荷兰才四万平方公里 我一听还真是 那个没想到是这么小啊 北京都是1.6万平方公里 那大家就知道 也就是三个北京 那么大的一个区域 他做到了什么 他做到了供应 全欧洲的蔬菜 供应全世界的 这个牛蛋奶制品 花草 供应欧洲 原来在国内 也有荷兰进口的花草 我相信战友们 原来在国内都买得到的 为什么这么小小的一个国家 可是和我们这么大的一个 所谓960万平方公里 十几亿 十四亿人口 五十六个民族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我们从人均GDP上 比不过人家 从体育上比不过人家 就连出口花草 我们都比不过人家 连供应这个淡奶牛 都比不过人家 像老王昨天跟我聊的 说他家附近有一个这个 什么救济所吧 老王还是一个 连救济在福利院 福利院 对对对 说这个就算是救济所和社会福利院吧 说里面那个哥们 人家每天得到这个政府的救济 晒晒太阳 能够喝点 还有钱喝点小酒 钱不多 但是呢 能够吃点这个快餐啊什么的 我说他钱不多 至少他吃的那个食物是干净的 他至少 很快乐 他很快乐 我好像都经常见那吧 打打招呼 咱们哥们穿一身运动服啊 看来也是个球鞋啊 但是有点二弄的 晃 走路在街上 全是这样走路啊 他人家晃得很开心啊 人家有保障 到现在我们看看中国社会 这个全民 所谓的全民医保 从这个医疗的反腐来说 现在从医疗反腐来说 这个有一个段子啊 说这个中国的医生们啊 在夜里头 半夜里哭 笑醒 笑哭了 为什么呢 这个北京卫健委说 上缴退款既往不咎 哎 好董 还有国董 这不还有夜下 跟咱们原来跟那个伟东 一块做的节目 那个叫什么体育局的退脏周 是不是哈 你退了脏了 就没你什么事了 你这拿国法 拿刑法当儿戏啊 那是老百姓 这什么世道啊 你贪污的钱 交给国家 所谓国家啊 代引号的 是谁的国 谁的家 谁控制着国家 就是谁 交到谁兜里去了 然后就可以既往不咎了 那患者多花的冤枉钱 你给退吗 上交就没事了 你这不就是告诉你 这个国 你这个家 你就要钱呗 对不对 医保决说下半年啊 要抓这个全民参保 大V也做节目 多次说大家去买商业保险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 你交的医保 你买的商业医疗保险 全都打了水漂了 为什么 这些所谓的商业保险 全都把钱投进了房地产 随着房地产的爆雷 全都化为乌有 我再插一个 我再插一个 还把那个足球 老说是中国足球 你看 前一阵抓起来两个人 一个是武汉足球的一个富强 因为武汉足球搞得也很好 从都足球的顾建民 那么顾建民啊 其中有一块 他是在从都的那个凤凰山 建了一块场地啊 建了一块场地 花了五千万的那批 说它那个草是引进的荷兰的草 不能晒太阳 要经过这个 中国要照射 这草就出来高科技了 一块场地就造了五千万 就说咱们这些就是所有 就是你青少年 你有投入自己拿去了 就是一个地方无奇 这个就一块场地 你说荷兰四万平方公里一个地方 你说有三千五百个体育俱乐部是吗 三千五百家足球俱乐部啊 不是那个Hockey啊 Hockey俱乐部有时候和这个 足球俱乐部是连着的 就是足球俱乐部三千五百家 包括咱说的智障人士啊 咱前面没有智障人士有联赛啊 每周它是中备的联赛体系啊 你想想人家国家就是这个 基本的尊严做人家 中央讲的你们最原来的拆赛那个时候 毛连运动会那个哥们 就是那些就是有点智障啊 就是跑起来不太灵活 有联赛 人家是有联赛的 开啥呢 就是说没有 对啊 就是说这一切就是一个体系 老说中国人口多 人多 你们人多管个蛋 对吧 你骑自行车人还多呢 有个方法 玩马冠军吗 扯蛋 人多你就能踢足球踢得好了 对吧 人多管个蛋你没有足球人口 没有足球场地 没有足球时间 没有足球人才 你嘛 你人多有个蛋 没有社会吧 对吧 你说就像国中说的 荷兰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几千万人口 对吧 有多少的青少年注册 不说他职业球员 有多少青少年注册人口 是吧 他总共参与足球的 他这个产业的 占了他国家人口的7% 他一共是1700万人 就是100多万人 参与这个足球产业 职业的业余的 总统这个松菜啊 传业链 就是参与的人 教你100多万 对呀 老王 你看还有这个叶霞和郝董 我就在想 为什么咱们中国人 一天到晚 老忙忙到到的 都在挣钱 为什么 那为什么在欧洲 我们都看到的 人家是享受生活 有点时间就去休假 有点时间就歇着 到了周末不工作 一定要跟老婆孩子 一起过周末 为什么 其实特别简单 你把这个道理想透了 就是他们的生活是有保障的 那中国人总是在不断的挣钱 因为我们有危机感 因为我们不知道来场大病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孩子要结婚 那房子房价会涨到多少 车子会涨到多少 那将来孩子找不到工作 或者说要找好工作 要送多少礼 所有所有的不安定因素 未知因素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心理就没底儿 那我现在想这样 因为我们放一下视频三 我想这个说买保险 我们来听听老百姓买了保险 今天是怎样一个惨状 我妈十年前 在这个李正的销售员 买的这份人寿保险 一年平均就3900多 现在交了十年 当时说可以退钱 现在来退的能退18000 就是交满十年了 能退18000 当时给我承诺的人身意外 加重大疾病 我今天跟你们说 能只能赔多少 我的重大疾病的保险 只能赔17000 我的人身意外险 我死了才能赔个4300多 而合同里面3900的费用 3755全部用于这个分红险了 而现在这个分红险 交够十年了 只能退18000 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能退的赶紧退掉 知道吗 要不然就等到59岁之后 一年能零千 好 谢谢Yannick 算笔账吧 每年交39,55的这个保费 咱们就说4000吧 十年以后退 那原来4万的保费 只能退18000 明强啊 流氓啊 劫匪啊 而且是以国家的名义啊 我看了这个数据 我简直是不可思议 真的是不可思议 所以就到这种情况 我真的想知道 而且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随着这些爆雷 原来买的商业保险 医疗保险也好 还有商业这个叫做 养老保险也好 都打了水漂了 就像七哥说的 这人民币 3000人民币比亿美金 说话就可能到来啊 而且在水灾之后 有粮灾 所以真的是 留给中国老百姓的时间不多了 就中共要赶紧倒 不然中国老百姓 真的是有苦日子要吃了 这帮都是骗子 真的就是骗子 而且是以国家的名义来骗 对 明着骗 明着抢 你没有机会来最后 这个这个这个 来去逃脱这一切 你就像我 几年前我的那个亲戚 然后聊天说 我说你都买什么 买笔财产 前两年不流行的什么P2P吗 不是 然后他说 我买了 我就告诉他 你赶紧把它退了 你不要再留这些东西 然后他说没事 我这个是公商银行底下的一个公司 一个是公商银行的出的一个那个没问题 来了以后前两年全都赔钱 然后还好他们那个把钱拿出来 然后赔赔了20% 完了全都是都是一样 什么理财 什么保险 在国内这些东西让你投资的那全是坑 这个文耀没有办法 共产党的这种洗脑 把人把老百姓 弄成了就是脑残 真的一点招没有 就是我前妻啊 他都是好心 对吧所谓的 包括我的儿子女儿什么 都有保险 都都买了 对吧 这个平安的 包括他都是大钱 是吧 对 上千万了 最后这个 最后怎么样呢 你不可 他年年让你续保 你到期了吧 比如说十年了 我要拿粉 复锡回来吧 他不 他让你接着忽悠你 接着进去 接着弄 没有办法 因为他不会听我的 因为这个这个 他一定说 你静上来没眼所听 是吧 你不交社保 你不交医保 你不上那个 你也不上孩子们吗 你也不上那个吗 你也不上我们吗 你就是吧 他不相信 这个共产党是骗子 是吧 他们所有的这些 销售人员的钱 哪里来 他们干嘛对你这么好 这些卖销售 都是平安的 全都是平安保险的 对吧 有什么也发这发那 对 他来了你们家 他知道 他凑合进去以后 他知道你们有钱吗 所谓的别墅吗 对吧 那十几二十多年前 你想一想 对吧 他们不骗你 骗谁呢 你进去了 包括他们的 所谓的养老金 就在前不到十年的功夫 对吧 我前妻依旧 听他父母亲的问 再去拿二十多万 买了自己的 所谓的养老金 所谓的 就是 就这点钱 他也信 他也就弄了 他说 等了以后 所谓我到了 退休年龄 再给我每个月 每年给多少钱 是吧 就是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一个套 循环在这里面 跟大家讲一讲 郭庆祥 我讲 半达 王健林所有的话 是半达月宝针 是这个郭庆祥 帮他在打理 帮他卖啊 弄啊 这个孙子 骗了王健林 无数的钱 最后怎么样 一样 买了六千多万的保险 全赔 他的手底下的 叫赵刚 八百多万 全赔 这都是 就是在我身边的 这都是 这有名啊 有姓啊 有名吧 都是我身边经历的 这是 共产党一切的一切 都是假的 因为你逃不脱 包括恒大 这些剃头球 包括这些 你挣那点钱 是你的吗 不是 最后弄吧 都给你最后 吸到他里边了 弄成了他的理财产品了 你成了他的股东了 弄了一身的债 是吧 这都是 原来 原来那个 郭庆祥 原来就是 最早 最早你想想 那个 0607 08年 可能别的地方更早 就有 民间借贷 地方搞了 这个民间借贷 小贷工资 对 小燕有没有到外放口里的 对 都是 我身边就住在我那 就这个原先做 这个肯德基配套的 这个小子 叫什么 我忘了 他就是 最后说 东哥 你一块 什么这个 咱们弄一个 什么抵押公司 这类的 小贷工资 阿姨的钱都凑进去 我跟你讲 那时候 比现在靠谱啊 那个 那个是 咱们那个 咱们还 还 你那俩哥们 一个冬班 一个长大夫 他们就成立了 一个小贷工资嘛 不是 那个 那个 国度 我记得 应该是在 零 那种 开始流行 这小贷工资 应该在 0607年左右吧 对 对 我当时 对啊 我当时在成都的时候 我就听了 那个 行蓝 就位裙的媳妇 你都 对吧 就他们就在说 就要成立这个公司 成立这种公司 往外借钱 嗯 前两年 以后有没有成立 我不知道 反正当时 成立了 你这个脑子好友 成立了 成立了 干了黑黄 而且 他媳妇干了黑黄 还买了那个 多麻 那个五锡的车 现在 但是现在躺平了 彻底躺平了 老王 随着现在这些 各大 这个房地产的爆雷 那你给大家说说 这些借贷平台会怎么样 会发生 麻雷子效应 嗯 前两年 这个 前两年就躺平了 因为他从这份银行 他的通过贷款 底下贷款 通过这个朋友 一帮朋友 去求了干嘛的 一帮 把这个资金 带给一家 应该是一家房地产公司 爆雷了 结果不归 这一下全部躺平 他们那个公司 全部躺平 这是咱 咱认识的哥们 包括 你看现在 当时 当时 你找的时候 这个几股 传发 这个庞翅骗鱼啊 你进去的找 出来了找的话 还是有注意了 没有问题啊 这个 有的人也是通过放贷 赚了钱了啊 包括开工资 那么现在 你看这个中级市 暴零一个 红田 叫红田理财吧 红田财户 红田财户 这个发出来了 这个红田财户 高净值客户 三百万以上了啊 是十五万个人 十五万个客户啊 最高的一个老板 五十亿以上 五十亿 这个老板 有一个五十亿了 红田财户暴雷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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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暴雷 这个钱 咱现在就没了 在外面 签了两万多个亿 几千亿美金了 结束了 没有了 包括 因为 他这个门槛 有 成全300万 这是他的基本门槛 那么五百万 就是给你一个利息 一千万 有很多 咱就知道 有很多 我负负一千万 我有五百万 我从东哥那边三百万 咱我从那个美药 再对付二盘 凑付一千万 咱上去拿个高利息 但是我去和银行签 我和这个 红田财户签的合同 那么 咱俩 我和东哥 我和你签 和美药签的合同 这个账户全贷 我签了 那一千万是没有了 我还要给你三百万 那些人要二百万 我是不是马上 就要行事上房子了 对 你就只有 我还有什么几乎 再去把这个钱 本期肯定是没有了 我从几乎还在还你钱 对 还没有钱还你钱 中国我就 就是在打打官司 暴雨一天 现在 这帮人群 就只有高净职客户 咱们中国这帮人群 也是一些小老板 小民营企业家 前两年 三年 这个 红控 没有收益座 他有点积累 原始积累 把这个钱拿出来以后 全拖到这个融资平台上去 信托 理财 这一部分是绝对中国的中间力量 如果他们出来干点事的话 会带动旁边一圈人解决就业问题 这只是一个红钱财富 其他的这些融资平台 现在到7月1号 7月31号 他有个数据 倒了106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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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信托 信托 信托 融资 工资 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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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丁6家 已经暴力了 多少 多少 中产 咱们的这个社会 中间力量 这次是 这次是转子 决算 没有机会 再翻身 包括咱下边 说 我没事 我 我这边没头 那个没头 懂得海水 退去的时候 不要 咱那天 开个玩笑 海水一退去 这个就满山胡子 我那天说 你笑 满山胡子 使你净对红 你也跑不了 对不对 哎呦 这个一退 海水一退去 这个 我要这个屁股上 还有点肉的 这个怎么漏 漏 带住他 肯定跑不了 包括 这帮忙吧 我投资这个厉害 我投了三百万 一千万也好 你 暴雷了以后 你叫我 先说明这个资金来源是在哪 把这个讲清楚 是吧 你看 他们这么忙吧 不许把钱要回来 我 我通路的时候 你都不把他弄清楚 这个钱干不干净啊 你暴雷了 你先把他抓回来 把钱给我还还给我再说 对吧 先处理有问题的人 老公又来再拖了 不把你逼死资产养了 好 说到这儿 好 老王补充的好 所以就说的 应了那句话 屌丝死于P2P 中产死于理财 叫什么 富崩死于 富豪死于信托 所以没一个能逃脱的 为什么 就像七哥说的 消灭那几个老杂毛家庭 全中国人民得解放 就这么简单 来 咱们准备放一下 这个视频四和五一起放 好吧 听听 咱们大家再听听七哥 给我们的警告 现在欧洲的大概六七个基础机构 评价中共国的人民币 会在对台开战 或参加俄乌战争 和美国的经济制裁情况下 人民币会跌落 三千块人民币对一美金 我认为是靠谱的 为什么啊 因为中共国的货币制度 在这摆着呢 共产党 从200年 1.3万亿的GDP 到现在的15万亿美金 GDP还有个GPP呢 GPP就是纯正的 你这个国家收入 中国和香港 现在跟美国已经 完全已经大破算差了 中国的GPP是他负的 你威胁到我的安全 老子不跟你玩了 停止你 我现在跟你不做贸易了 没有顺差 不是广进了 你只能拿钱买我的东西 你自己玩了 智障和通胀 都在里面发生 这是为什么洗欧元 他必须要在这个时候诞生 你见着吧 归名 俄罗斯是最典型的 1898年一个路不等于 0.98克房金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 1921年 列宁犯符号 一万换一块 二十年第二次货币改革 一百换一块 如果你在沙方俄国时期 有一个亿 那是多少 1921年 一万 然后到了1924年 还多少 一百 一换有没有了 所以关注汇率吧 我们远都不说说近的吧 1991年苏联解体 1994年俄罗斯货币改革 怎么改的 这上面不有一千吗 直接把三个零抹掉 变成一个路不 一千多秒 好 谢谢Yannick 对 这是生生的活例子 七哥也早就警告 咱们七哥警告的话 从17年开始到现在 就是一一的在验证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数据 7月份 中国央行惊人的货币统计数据 就说 7月份老百姓的短期贷款 减少了一千三百多亿 说明什么 说明老百姓不再刷信用卡了 中长期贷款减少了六百多亿 说明房地产卖不出去了 那么非金融企业人民币呢 存款减少了1.53万亿 老百姓的人民币存款减少了一万多亿 外币存款减少了一百五十多亿 说明大家在想尽一切办法 再把钱往外搬 那么中共的这个印钞呢 M2就是印钞啊 已经达到了12% 也就是说国家的印钞速度在加快 中国现在的货币总量是 大概有277万亿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今年呢 这个专家就预计要突破300万亿 300万亿是什么概念 是美国欧洲全部国家加起来的总量 也没我们的多 这就是为什么 这些欧洲银行评判 预计人民币是3000比1块美金 我们农场前一阵就是因为这个有战友 在卓州洪水区受灾了嘛 我们就是在评判 这个给战友进行法治基金救助款的这个救助 因为法治基金是美金嘛 所以我们就在说现在是汇率是多少 所以呢在凭这个 这个数数应该给多少 那就在想如果到后面的话 可能随着这个兑换率 这个人民币换出来的钱真的就是成纸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 墙内的老百姓墙内的战友们 顿好一定的粮食 以及一定的这个有营养的物品 比如说肉啊 干菜啊 还有这个必须的药品啊 等等等等 所以这些措施是一定要有的 好几位嘉宾看有什么 补充 对 这个早做准备嘛 未雨绸缪 因为共产党真的 这个这个这个 太邪恶了 你都 这里面就是说 你想不到他们会忽然一个政策啊 忽然一个拍脑门啊 他们最后出来的结果 都是我们老百姓遭罪你知道吗 没有 他们坐在那没半熬钱关系 为什么老师说 足球又折射出中国社会 是中国社会的 中国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就在这 我们都经历过 忽然 他说 只升不降 只降不升 升降级啊 这个这个都是他们干的 是吧 只升不降 只降不升 完了 一个投球算俩 是吧 一个机会算 就是 一会你要跑多少米才能踢球 一会要怎么着 就是他所有的这些政策 都是为了 奴役你 管理你 好让你去跟他们勾兑的一个结果 他跟这个行业 没有任何关系 对吧 你说 全世界国际足联 包括他们雨鞋 包括蓝鞋 人家说 比如三分球 那你换个线 对吧 你所有的国际足联里面 进球 不管你手球进了算犯规 是吧 你投球鼻子定 脚跟 对吧 你的鼻屎进去了 你都算一个 没有说今天我一个这个这个翻跟头 对吧 一个进去了算俩 没有 甭说你足球 投球一个算俩 问题是在中共的体制内 他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那么暴雷的时候 一样 我就问问大家 就是这些人 但凡你有脑子 你有裸体 所有所谓的暴雷 所有许家印 该的两万多亿 所有他们都在海外 是吧 什么这些 开门群岛 有开户 有这些 然后把钱 这个倒腾出去 我问问你 共产党可能不知道 你们这些 孙子 拿脑袋想 你们真的韭菜们闹茶们 你们想一想 共产党如果不让你们在国外开户 不让你们把钱弄出去 不让谁有本事 你能去拿这么大的钱 我们每个人一年就五万美金 对吧 所有的都有限额 就像许家印什么这些人 他们怎么就开了这些公司 怎么就在外面有这么多的 最后能有理财 我就问问你们 你们想没想 这个问题 很简单 是吧 他不让你出去 我就讲了嘛 薄熙来的警卫秘书 李士林那个小孩 一个工商银行的卡 就五万块钱 自己都不知道 就告诉你 你怎么没交代 你是不是有一张五万块钱的 工商银行卡 还告诉你啊 就工商银行 他连这么点事他都知道 我就问问你 你这么大的钱 你所谓干了这么多的事 怎么就会没有人知道呢 共产党不知道吗 你们这 他这些统战部 国安部 总参三部 什么保利 凯利 他们都是白吃的 都是白吃干饭的 一个他妈的人 随便去到哪 我靠一动 你都知道了 是吧 他们都知道了 你在国外 这么大的量的 这么多的钱 他们能不知道吗 是吧 都是他们沆瀬一气 他们为了来去骗你 为了咬 肥了你 为了宰你 他们让你弄 是吧 你看一看 一直在讲曾维 曾维多少年前 就在国外了 我问问大家 没有 你们想没想到这个问题 就是大家 愚昧愚蠢到极致 就在这 他们都不想一想 曾维 二十年了吧 不止在国外了 已经 他带着这个蒋梅 是吧 央视的这个主持人 他妈的 人家那是什么概念 早就 所谓的春啊 花台什么 压陷之 人家知道水 要变冷变热 早就知道 你以为共产党这些 他们所有的这些 真的拍脑门了吗 是拍脑门 但是整个的政治斗争 真正的国策的时候 他们都说好 都知道 到底哪一天要干什么 哪时候干 早就人家说好了 等着什么 这些老百姓 韭菜们知道 所谓这些暴雷 什么谢知坤 什么这些 都他妈的晚了 不知道晚了多少年了 徐宇人们都死了 对吧 他但凡知道 有一点他能知道的 他都不会死在监狱里 对吧 你看黄建林 为什么没死啊 是吧 孙宏斌 为什么没死啊 人家潘石屹 为什么要跑出来了 包括那个王秋阳 是吧 这个女的这些 最早进 三亚的 那都是陈小鲁 他们这些人 陈小鲁这些人 进的三亚 你以为是谁 杨海岩他们 人家是真正的 鸭先知 哪个改革开放了 之前人家都去了 你们知道的 黄花菜都没有 等着我们扛着厨头再去 挖出来的 他们也就剩韭菜了 对吧 那些山深们早就被他们弄走了 你们知道他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的股东 所以春江水暖是自己人先知 所以为什么这个香港的李嘉诚 他提前打七折 卖他的房产在香港 他家65%的股权 都是江家的 七哥报过 那所以他后面会扯出多少 这个有骗的 都是骗的假的这些金融票据 李嘉诚只要爆雷 所有的银行票据 老百姓买的这个保险 那就是毛路不胜 他在北京 你囤了多少地 李嘉诚 是吧 他一开始跟邓 我告诉你 真的老百姓们太惨了 你妈知道他屁 他那些地你知道吗 什么霍英东的地 什么这个人的地 那个人的地 都在那边一放 放他三五十年 最后一卖 对吧 一弄 这银行的 就拿着纸 一穿兜里 走了 拜拜了 你们跟着还在这 你看李嘉诚 爱国商人 李嘉诚前两年 在从北京 在国内 所有的这个撤资 把所有的东西都卖了 这回又在香港都卖了 就是都是一回事 你包括 这个SOHO 你们刚才知道 SOHO这个 是吧 这个潘石屹 潘石屹他老婆谁 张鑫 张鑫他们家都是军队的 对吧 他跑出去 你怎么不逮着他 你把他逮着 他怎么就能跑了 捐了那么多钱 给他们在美国的大学 人家儿子也在外头 为什么呀 是吧 你们想一想 拿钉想一想 对吧 他把孙子他妈都不知道 不明白 还跟着在这 瞎起哄 共产党 我 啊你八倍 组织共产党 你们说 郝海东夜老 叛国 所谓是吧 卖国 你们这些孙子 我就问问你 我们卖国 好 现在我问问你 我是哪个国 你告诉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我是公民 好 那我问问你 我原先去到深圳 还得开 变方证 对 去香港 你妈了 我还得签证 我就问问你 我是不是 我他妈是 你们整天说香港是中国 是你们说的 不是我郝海东 我今天问问你们 你们这些孙子 跟我解释解释 你们是不是 是我为什么要去 这个这个变方证 是还要签证 去深圳都 是吧 原先的 包括后来的香港 那不是 不是我卖的 不是你的 我卖不卖 跟你有个蛋逼关系 我卖啥了 我卖什么了 我卖不卖 也不是你的呀 对吧 那我们你都不是你的呀 你告诉告诉我 是不是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所谓的你的地方 你今天告诉我 是 那我为什么 全要签证 那不是 不是我卖什么了 我 你给我 给我回答回答 这个你们外交部 天天他妈舔着脸 在上面讲 你就把这个逻辑 跟我说清楚 跟我解释清楚一下 这很简单吧 不需要什么 是吧 我他妈去到深圳 我还得去 编个理由 去到什么战事购物团 在广州那让人给我开个票 证件我拿着我的军官证 开把我过深圳去 去弄点衣服回来 是吧 87年的时候 那就是你们标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们的国土上 是我都进不了 我作为一个你们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还不是 还是军民的人 他妈的你告诉告诉我 我有什么 这个是 你告诉我是吗 那没有 所有的这些就是 有理有据的时候 你让更多的人知道 你去 拿逻辑想一想 世界上好像没有一个国家 说在自己的国土里面 他妈的用签证 用边防证 用他妈的去办个证 办个证 都花钱啊 你妈的 我就问问 去西方 所有国家 去到那 香港 你妈的只有我们 你所谓的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们 公民们 去香港 他妈待七天 人家待你妈的一个月的 半年的 一年的 都他妈有啊 就是我们 所谓的 你给我们说的 翻身做主人了 我们只有七天 没错 这都是你规定的 你拿着中国护照 去到香港那 会只有七天 这是你吧 你们 你把共产党 这帮孙子干的事啊 不是我 一张有编出来 是你们自己的 国家规定 是吧 妈的 全世界 你有没有这样的 妈妈这样的 去西藏国也一样啊 也得要特别通行证 我不知道现在新疆 能不能进去了 但是进的话 一些靠近边疆的地方 也是不可以 也要边防证 一向是如此的 所以在这个强国 他经济崩塌的时候 各个地方上的这个财政 看来现在都是快撑不住了 你看我前几天我看到 这个说买白糖也要身份证 这个控制了 后来听网上说 因为呢是这个高猛酸甲和白糖加起来 就可以制造炸弹 我忽然想起来啊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 我们的确是那个化学老师带着我们玩过一个所谓的叫做魔术实验 就是在那个白糖水里面 滴了一点那个高猛酸甲水 然后那个白糖水 真的就可以像泡沫一样 哇一下就涌出来了 那我们当时就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啊 因为真的是无中生有 但是他他就是一种发炮的一种力量嘛 那如果是化学反应 对就是化学反应 那如果你在一个很小的容器里面 你如果放很大量的话 可能真的会达到这个效果 但为什么会这样子 老百姓给逼急了呀 你看那个共产党 他们地方就是有三保目标嘛 三保就是保什么 保工资 保运转 保民生 保民生是假 关键就是怕民众造反 钱没有了 所有的说辞就是拖一天是一天 那就是继续掩盖和欺骗而已 而且 好像说现在抢盐啊 对 这对抢盐 为什么这我没跟上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抢盐 就是说那个日本福岛 那个核福色嘛 台棒 那个什么 核费水还是什么的 然后这个咱们国内的一些同胞 放出来一张图 哎呀 我没把它那个解下来 就是说咱们国内的那些核电站的 平常的那个排的那个核费水 那远远大于这个日本的那个 它的排放量 这个 因为共产党把老百姓愚弄到 玩弄到 已经真的我认为现在就是我们扎着辫子在清朝一抹一样 真的到愚昧至极 哎 我就问问大家 你们这帮孙子哎 他现在日本人人家排了 共产党为了所谓的民粹主义 是吧 为了树立一个什么散对的目标 对吧 美日什么狼八蛋 对吧 亡我之心不死 小日本 这帮孙子就说哎 日本人排费水 和费水 那帮你排啊 污染我们的环境了 这以后我们吃鱼啊海鲜都不行了 那我就问问你 他等着日本的河费水到了你这边的时候 对吧 你哪年 日本人怎么办 是吧 而且他的整个的这个流流啊 整个的海洋的那个是先往 就是欧洲这边 美国这边啊 就是这到我们这且慢 而且我们所有的核电站排的这些东西的标准 比日本的高 多的多 你们天天吃的他妈的吃的比这个多的多 你们都不去抗议 不去 最搞笑的是有一个人就在昨天还是前天 一个中国人 他们在杭州湾检测了一个东西 因为那边有核电厂阿包里排啊 结果比日本的人高的 他妈的 十倍二十倍都不止 排的这些标准里面 就在 你现在 现在人家日本排了 还没等着过来了 你这样检测 你比日本的高的 多的多的多 你们这些孙子脑残们 你们不去弄共产党 不去抗议你的政府 是吧 你来去 八竿子都打不着 人家日本先排 海鲜排在了人家日本的海里 要死你们不是说吗 搬起石头 打自己的 自己的脚 你让他砸呀 跟你有个叛毛钱 关系没有 而且我告诉大家 在我们的 青岛的核潜艇基地 沙子口基地 啊 国动都知道 那有一个就是沙子口 什么海鲜蚀 类似那些 我就告诉你 你们吃的所有的鱼 所有的蝦 所有的海产品 都是辐射最大 因为这是核潜艇基地的人 告诉我 他说 我们的所有的 这些 核潜艇 都是不合格的 我们所有的指战员们 最后 得完了就是 福安医什么什么 很多人全部都是癌症 只是不报 只是不 因为我们是苏联的这些 所有的技术 根本 防不了什么核辐射 就对人体伤害特别大 说基本上 服役到一定年龄 离开完了最后 全都是癌症 那些家属 有的就去告啊 都要这个补偿啊 什么的 没人管你 这都是他们基地的人 请上的人 真正的这些人 告诉我 那就是说 核辐射和那个 你们 在身边的 比日本人 对你们狠的多的多 你们这些孙子 是吧 所谓的抢炎 这已经是第二回了啊 嗯 十年前就抢过一回啊 他们认为 炎什么能和核辐射 还是什么回事 哎 一群脑残 而且共产党就要 制造这种氛围 一开始抢的人 三五个人的时候 不见得就是老百姓啊 他一定是包括去 扎打或是抗议的 是吧 一开始这帮挑头的 都是这帮共产党 这些比较特务啊 来去啊 弄着 后面有一群傻子 都跟着啊 也去跟着抢 愚昧至极 咱们这个有个正道 沧桑战友说 他说因为炎是最便宜的 心理安慰剂 而且呢 是为接下来的这个癌症啊 的这个爆发做铺垫 有一定道理啊 确实是 因为这个疫苗啊 等等这些 我记得七哥曾经直播说过 说这个以后 癌症会是人类 非常容易治愈的疾病 不再会是这个 不治之症 其实就是前一阵 有看到日本的 这个医生有爆出来 伊威菌素 其实就是 防止癌症和治疗癌症 最好的药 又那么便宜 还有就是咱们 新中国联邦爆了革命 一直爆出来的这个 青蒿素和青蒿素的衍生品 这个青蒿胡植等等这些 都可以有效的治疗癌症 那真的是希望啊 看来就这个 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的选择大于你的努力 选择真相 真的是这样子 老王半天没说话了 有什么想分享 好 就是 咱还是今天 咱讲这个题目啊 其实 咱讲这个题目啊 没有心情再去做挑感 谁时间不多了 是吧 你时间不多了 我时间不多了 你看这个宏大 从10年接手广州制药 它把这个球队 接手过来以后 10年的火光点 20年就不行了啊 宏大20年就不行了 那上次朋友就一直问 说高林众志 他这个税户 2000万的年薪 拿了这长时间 都是三年五年以上的 他们从最高的时候 税户最高的工资 应该是2000万人民币 他们就是 这个宏大这个 国家队球员 能拿到税户2000万 现在是税户 60万 差了30倍啊 嗯 也就是 就是这些 所以说什么 中国这些时间不多了 谁的时间不多了 中国足球这次已经死了 结束了啊 那么说 你们这些就是 吃足球饭啊 还骂足球 有很多人 就靠这个足球 吃这碗饭了啊 考虑考虑你们的日子不过 你们这么罢酒 足球死了 是吧 你们开心了吗 对不对 现在不用考虑足球的事了 你们考虑考虑你们自己 啊 你们钱带着 太难了 啊 你们怎么去度过这难关啊 包括咱们强烈的 能看到咱们直播的 朋友啊 包括这个亲戚啊 啊 你们做好自己的选择 好了没有 好谢谢了 党国没有钱了 那这个共产一定会共产到 这些有钱人身上 你别说这些足球明星 是上亿的身价了 现在共产这不都已经到 千万级的百万级的身上了吗 很快 啊对 9月1号说话这个 电子 这个什么 电子不是 数字人民币就要发行了 那不就是电子粮票吗 我有听最近咱们一些战友在做这个 关于9月1号就要发行的数字人民币的节目 我听说来说去 他们就是年轻一代吧 可能年轻一些 就没说到点子上 这就是数字粮票吗 因为这些孩子们他们没有见过粮票 他们没有经历过粮票时代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 家里有一个特别小的秤 大概也就我的这个两个巴掌那么大吧 看起来很小小 一个小小的秤啊 一小小的秤头 我觉得很好玩 我问我外婆 我说这是干什么的 外婆说哎呀 那个时候粮食是有限的 每顿饭要拿那个秤 秤出来 每个人的量 不然的话 你不你不这么计划的话 过几天 这到月底 这一家人就一粒米都没有了 这就是在短短的几十年代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吧 是吧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甚至还都有粮票 对 粮票什么时候出现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还有呢 八十年代还有 八十年代有 九十年代都有好像 九十年代初 九十年代初好像差不多才没有 是啊 还有倒粮票 换粮票 这赚钱的九十年代初有 对 对 那时候全国粮票可值钱了 其实就在眼前 共产党所有做的一切 其实你说文化大革命 到现在才多少年 所有啊 所以说中国的老百姓 既吃不及打 是吧 对他们伤害最大的是共产党 他们不去恨共产党 不去推翻共产党 他没事干 你妈妈骂我们 你妈神经病 对吧 你说我们没偷过你一分钱 好也都没从你们身上 他妈骗走一分钱 对吧 我们那个就是辛辛苦苦 靠我们自己的双腿去踢球 有时候头破血流 是吧 我们拿自己的劳动 汗水辛苦去赚了钱 你说他跟你有啥关系 你不去弄共产党 你再去收我们 他有个屁 对 就再说这个 刚才我要说的这个数字人民币 我想 你想 那你肯定都得要用手机吧 对吧 去消费什么的 那你 如果 那个 就很多地方经常停电 或者说 以后共产党不想让你们花钱了 就故意给你们停电 你们手机都充不上电了 你说咋的呢 你怎么消费呢 不是你买啥 对吧 你买个屁 他只是没有粮食的时候 他不告诉你他没有粮食 对啊 没有这个农服产品没有供给 他告诉你 你看你这个坏了 对啊 就像你去取钱 把电影停了 是吧 把电影停 炸一拉都解决了 很简单 是吧 饿死你 你还没地方讲理去 是吧 一去傻子还跟着瞎起哄你们 这帮狮子 长点脑子吧 真的 还我在想老年人啊 那我们的爷爷奶奶辈的 谁谁还有手机 有手机 可能也就是一个老年手机 哪有智能手机 那你这个粮票上哪去取 那这老年人 只能靠家里的年轻人送饭送菜 如果哪天在意清零 在意把搂门一锁 饿死老年人哪 我的天哪 你想想 那两票的时代 用正的时代 不就饿死多少人 他们不就是要饿死人 他们没有粮食的时候 他们不就弄出这一些东西来吗 对啊 他们不就是 最后要饿死老年人 就是要让你们这些老年人早点死 然后他的存款 你看存款 现在去那个银行 他的后代去银行 取钱都取不出 不给你取吧 就要本人来办理 对吧 这就是 这钱就不用归共产党了 大爷爷 你们这帮孩子 你让我爷爷在从棺材里爬出来 你们这帮八蛋 这就证明 我爸是我爸 我是我爸 闺女我也经历过 对你得去证明 没见了就什么都没了 92年 92年糧食还定量了 你看 你看 这就是共产党 其实老百姓 一群真的 我们的老百姓太好忽悠了 我就告诉你 我当我看见我的父母亲 我的亲戚朋友 当年教育我弟弟的孩子的时候 就是我一定最后 也是触动我最后消灭共产党的这种决心 就是太多了 就是孩子 妈你一进家门 快点快点快点 趕快洗手 穿着秋裤 家里都热了吗 你想那暖气 不行 穿着怕冻着 就是这种思维观念 这种跟世界文明的脱轨 这种从小 我们当年怎么活回来的时候 他还依旧在指导着 他的下一代的下一代 是吧 来去看 当你看见这些的时候 你想一想 这个社会 你没有纠结吗 你有点良心 有点良知 你都不愿意 在这里面 因为太太的落后 我愚昧了 所以说大家在一起 有爆料革命新农国联邦 是吧 能有这种慧根 能大家共同的理念 三观一致 真的不容易 是的 文西说还不如纸币安全 可是纸币你要是真的是毛了的话 你能换多少物资呢 所以还是那句话 能够听到我们直播的 墙内的战友也好 多多少少 顿一些粮食 顿一些这个 有营养的东西 尤其家里有老人的药品 粮食都给准备好 只要 哎呀还有水 真的是我想想我都是 如果我要想到 我自己的这个爷爷奶奶 要是因为没饭吃的话 哎不敢想 罗曼里奥说水切断了就全傻了 谁控制粮食 谁就控制了世界 的确是这样 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啊 呃我在最近就是读到陈丹青的一句话 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实在直白 我想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呃陈丹青他说啊 70多年来父母教的不是道德是原话 学校教的不是知识是听话 老师教的不是常识是功利 历史教的不是真相是流氓 新闻教的不是公正是烈奇 抗战片教的不是反思是仇恨 环境教的不是博爱是冷漠 课本教的不是独立思考是照本宣科 难道中国共产党永远要这么走下去吗 肯定不行 因为有了我们爆料革命 有了我们新中国联邦 有了郭先生 郭先生还是那句话 他真的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在直播里警告过啊 中国老百姓将会为此付出的是 几代人的财富被洗劫走 而且几代人为共产党白白的打工 那么随着恒大融创房地产的崩塌 一定也会加速西方的经济危机的到来 然后就造成西方绝大多数精英的彻底的 全面的加入我们一起灭共 这就是我们以以美灭共 以前灭共 以共灭共的联合战略 咱们能够看到这个时代的到来 而且我看啊 这个我今天早上发这个翻新闻的时候 有看是26号的时候国内报道 面对今天的经济困局 中共当局动员国内外投资者继续出钱出力 好啊 我看了我真笑了 我说好啊 全世界出钱出力 一起消灭这个邪恶的体制 因为真的消灭中共 就像郭董当时这个送念的 消灭中共是正义的必须 好的 看几位嘉宾还有补充没有 这个我觉得 这个我们的这个HPay 我们的这个生活圈 我们的自己的生态是多么的重要 你看最近不是也看见美国的那个 有一些新闻 有些人就说 包括福奇又说要给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 所有的这个有机产品要打